生命的奇迹 金虫动15年活跳跳 双癌难得女 其实动25年的金虫来活动力还蛮强的 39岁癌有王先生 抱着一岁多得来不义的宝贝女儿满脸欣慰 15年前他留美时 发现罹患淋巴癌 在医师建议下 存了三管金虫动金流后 之后接受放疗 骨髓移植 虫获新生 7年前结婚 婚后两年又得了舍癌 金虫直叉 妻子无法怀孕 后来她想到15年前美国的纯金 一级要进入国内 就是好像还蛮困难的 大概半年时间 研究看要怎么样 我刚开始以为是卫福部 结果后来是食品关系 最后她花了十多万运费 把金虫空运回胎 金子只能活七天 假如七天没有从台湾 拿出来的话金子就没了 我们自己去计算 我们俩自己去 给她那天 最后一关 老婆取出卵子 做一次试管婴儿就做人成功了 王先生说 还有一管金虫在美国 她打算再拼第二胎 化疗电疗 那就有可能影响到 那个生育功能 离病之后越过越好 冷冻解冻换回身上 能够怀孕 到目前全世界大概只有40例而已 多年轻的癌友 他们是有一些困难的 年轻的癌症 他们的压力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在做癌症的诊疗过程里面 那些事情是他们需要注意的 懂新闻 给未来一个机会 报道